每天马西亚都要为他的已故师父林赞上香磕头 马西亚做的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做得到的 马西亚的师父林赞 在中国广东新会的文丰寺拜高僧林氏软学习蔡理佛功夫 在美国大众从未听过功夫为何物的时候 林师父把蔡理佛武艺传到了美国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风靡全球 在美国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华人武馆甚多的加利福尼亚州 更掀起一片中国热 那时候林师父移居美国已经多年 在洪圣馆交拳也已多年 马西亚就在一片中国热之中 迷上了中国的蔡理佛拳 他的个子娇小融融 很适合练中国武术 加上专心致志 很快就练得一身好武艺 林师父去世了 他的第五代徒弟南马西亚 继承了蔡理佛事业 马西亚现在是林师父洪圣馆的掌门人 马西亚家里有一间练武房 每天早上上班前 他必先在家里练拳 除了精通拳术 他还擅长蔡理佛的奇门兵器 长盪 长棍和子母刀 马西亚是美国公民 德国人的血统 他并不是全职的武术教练 他的职业是助理律师 我喜欢中国功夫 当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对他非常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 我第一位武术老师约翰林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功夫 我还看了很多来自中国 大陆和香港拍的功夫片 我非常喜欢 他们是我最爱看的电影 从学习功夫开始 我就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中国画和中国的戏剧 我觉得中国功夫很深奥 因为它很复杂 我曾经学习过柔道和空手道 但是自从我学习功夫之后 我就觉得它实在是太胜不可测了 我总是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 有不同的方法把它组合起来 它就像谜一样的深奥 在某种意义上来看 它是一种相当奇妙的自我防卫术 在文化和历史层面上看 它更是对人类意志的挑战 在我和我学生的实践中 都证明它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南马西亚 现在在洛杉矶的城市大学 传授蔡里佛功夫 因为是业余时间教权和工作的关系 它不得不迟至晚上九点至十二点之间教权 周末休息的时候会多一些教学的时间 在我学习空手道多年之后 再学习中国功夫时 我非常惊讶 学习功夫的难度之高 我以前通常是直接出拳 这和中国功夫是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让我要花更多的气力和精神 来改变自己的反应方式 这种转变过程花了我很长的时间 实际上至少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虽然那段时期我过得很艰苦 但是我仍然是觉得很值得 所以我推荐其他人也来学习功夫 我的学生中有男有女 按照比例来看的话 男学生要比女学生更喜欢蔡里福的学习 他们来到课堂上看我们训练和教学 我不需要特意向他们证明 我有多么的强壮 或者是说知识有多么的丰富 而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教学 让他们看到我的记忆 这样就会知道我的能力了 你在这一秒有可以攻击的时机 那从这里 你有一秒钟 一 二 这就是你所能奋起还击的有力时机了 然后你把脚一扫 如果他的脚还没有被扫下 你就将自己的脚压在他的腿上 林师傅的儿子林杰瑞 对南马西亚做父亲的接班人心服口服 幸运的是虽然我父亲已经逝世 但是他的传统 例如功夫的形式和技巧 在师傅南马西亚的努力下 都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他的学生可以学到我父亲所教授过的一切知识 我很开心 也很骄傲 他能将历史和传统传授给新的一代 南师傅的努力得到功夫界及其他功夫人士所认可 我对此感到很骄傲和振奋 我师傅南马西亚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不可理喻的 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教功夫班 但在第一堂课就让我印象深刻 我被重击在地 所以我再也不敢小看她 她教授给我们的功夫 真的是非常棒的 我的老师是最棒的 做事雷厉风行 我认为她的人也是很好的 我想南师傅是属于我所认为的第四类人 她不仅学习作为我们生活导向的精神层面 更理解功夫和武术的真正传统 当然了 这主要是蔡里佛的研究 正是他们这种人是功夫 武学 历经千百年之后仍能保持传统精髓 并且不断地发展 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学习武术 领会武学中的艺术 提升自我 能够自我防卫 然后保护自己 我逐步地教他们各种技巧 让他们看到我所展示的功夫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被打倒在地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我所做的事情了 我一般不是很喜欢一些国家的武术教学传统 因为他们强迫学生去学习 去攻击 以此来检验学生的承受能力 因为我觉得从年龄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我想学生应该逐步地发展自己的功夫技巧 而不是由师傅强迫他们一蹴而就 在南马西亚的学生当中 我们发现一对小情侣非常投入 我在电影里看过功夫 所以我才决定来这里学习 他学过空手道 然后我们之后便开始一起学习功夫了 我小时候学过日本武术 有空手道 柔道等等 后来我又学习中国功夫 先学永春拳 我想李小龙的电影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先是了解永春拳 后来我们知道蔡里佛 就来这里学习了 他教给我们很多强壮身体的方法 这非常好 蔡里佛的练习有助于身体协调性的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武术训练 我们的身体比以前更强健了 同时我们也掌握了一些自我防卫术 可以说一起进行武术训练 使我们的关系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代社会 是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 年轻人娱乐的元素数不胜数 对我来说武术不是娱乐 我们对待武术的态度很认真 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中国功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景仰东方文化 我们想知道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 学习中国武术有助于我们学习中国文化 我们喜欢武术 它是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途径 我们很想去中国 我们很想去中国的真的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 不仅仅是希望中国人能感到美国这边学习武术的热忱 更是因为武术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东西 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 感谢你们到这儿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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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我们喜欢一切和武术有关的东西 是的 我们每周末都要去唐人街买粮果之类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学习日文 我也要学习中文 我知道这是很难的 但是值得尝试 中国人让人非常的感兴趣 他的历史文化政治等等一切都非常吸引人 我会一如既往地喜爱他 学习他 南马西亚没有结婚 但他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除了律师助理工作和教授蔡里佛全以外 他还喜欢拜访朋友 看电影 游泳 晒太阳 有的时候会去另外的城市 看望父母和姐姐姐夫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 向一位来自中国小乡村的师父学习 要知道这实在是很神奇 在我遇到约翰林师父之前 我就很喜欢武术了 让人奇怪的是 我们当时是如何相遇 我又为什么会如此忠心于蔡里佛 在师父去世以后呢 我曾经去过中国 去过那个村子 也拜访了那座寺院 虽然那里现在已经不再传授功夫了 但是我希望懂得蔡里佛的人 或者是那些从那座寺院里学到蔡里佛 或从家人身上学到这种功夫的人 能够站出来 因为我觉得 现在是你站出来 展示这一奇妙武功的时候了 在那之后 我们享受了一场非常棒的中国之礼 我们首先是到了师父之前 生活的村子 还有寺院 尽管那时候 我得了感冒 身体好像受了细菌感染 但我仍然是很满意那次的旅程 那里就像我师父之前描述的那样 非常宁静祥和 我非常享受那次旅程 那就是我 这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时候新加坡的记者要采访我 我就把自己的所学展示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对我的表演感到非常的惊讶 要知道在现在如此繁忙的都市里生活 人们对健康是非常讲究的 哪些你应该吃 哪些你不应该吃 尤其是好莱坞 人们谁都希望身材苗条 然后看起了精神意义 所以很多人去健身 当然了 做健身运动可以让你身材苗条 但是武术也同样可以让你达到这种目的 而且与此同时 它可以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领悟 因为我认为武术和现代社会是相通的 人们不断地从一种活动转移到 从事另外一种生活中 这已经成为你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了 你可以从学习武术的分析过程中 学习到如何待人处事 并将其转化为你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式 我想你可能会更愿意聆听他人的说话 当我决定学习中国功夫的时候 我选择华南的蔡里佛来学习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艺术 因为你要知道武术呢 它是一种非常艰苦的运动 学武术的时候它需要你大量的付出 因为你需要去用尽全力才能做得更好 那么对我来说呢 中国功夫它已经超越了资深的价值 它还拥有精神价值 那是一种思想财富 如果你能够在正常的训练基础上进行练习 你就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技巧 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 保护自己 这对女性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在九岁的时候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医生 从那时候起 我就开始关心世界其余部分的发生的事情 我发觉东方哲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也很喜欢东方艺术 武术以及东方医术 我毕生都在研究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探索如何能够把两个文化结合起来 希望这样的结合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 南马西亚向我们展示蔡里佛的寄基数 台湾奥 我学习到的重要一点是 你不会希望在攻击之后才去攻击 你是想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攻击 可能你并没有意识到 在搏击的过程中 你不可能有一个开放的方式 因为这样会让你受到攻击 所以你就要注意自己 不要有一个开放式的站姿 当你发现和对手间的距离 会使对方处于有力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猛力地迅速攻击对方 但是不要只有一个攻击动作 在蔡里佛里我们要不停地攻击直到结束 蔡里佛基本防守的原则是一直要保持防守的状态 因为你不知道对手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来攻击你 我们要做的是首先要后退一步 这样我们就会有较好的视野知道进攻会从何而来 然后我们试着把面前的区域一分为二 就像是在瓶颈的顶端 对身体不要左右的摇摆 如果对手往底部踢 向我上不出拳 我就可以用一个手臂打开 在这里就会站成一个开放姿势 而我就可以这样打开 然后转身向对手踢过去 那我进行防守之后也要进行攻击 就像这样 如果哪一位能够像我这样进攻 那就更好了 同样的从左边来手 脚先从下部踢过来 然后再朝我上方踢来 你就可以将手臂这样伸展开来 挡开这一攻击 当他这样踢过来 他的身体那边也会成一个开放姿态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进行攻击 你用双堵的方式进行反击 这一姿势可以让你的身体 不会出现让人攻击的缺口 所以说呢 当你改变防守姿势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要动作迅速 在你进行攻击的时候 要释放自己身体所有的能量 然后集中到一点 这样自然就会达到你的目的了 谢谢 这实在是一项非常美丽的艺术 我喜欢训练 也喜欢看师傅的练习 我能在这个班里面学习 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重要的是 我们让这项武术 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国家 能够继续充满活力 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武术历史的一部分 它让其他学生或练习它的人 认清自己的位置所在 清楚认识到它的广度深度和多样化 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文化传统长盛不衰 如果说学习武术的目的 不是作为应用 这显得有点可笑 你总会控制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会毫无缘由地对某人施加暴力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里 这里总会有一些不法的分子 会掠夺我们的财物 甚至会伤害我们 那能够学习武术的作用之一 就是要提高警惕 不要做傻事 把车停在黑暗的小巷里 这是最容易惹麻烦的地方 在你走出车外的时候 你要先四周看一下 下公共汽车的时候要看仔细 那如果你做错站的话 那你就在下一站再下车 总的来说呢 就是要避开麻烦 如果麻烦找上门来的时候 你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要懂得自己学到的武术用来傍身 我把它看作 我把它看作是一项搏击艺术 你一定要注意关闭自己 可以让对手攻击的缺口 最困难的事就是要考虑 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而自己下一步又要做什么 怎样才能不让对方捉住弱点 你必须要做的是连续的动作 事实出击才能使这个功夫奏效 这里有很多适当的方法 比如说杠杆作用 大环绕和多角度出拳 用手脚甚至是武器 最基本的就是赤手空拳的对打 在这一无数体系当中 你学的越多 就会越发现有更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你是在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曾经有机会到新加坡去学习 现在已经被称为轻柔医疗术的练习方式 因为有别人告诉我 如果反复练习的话 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 我从学生对它的运用当中 发现了这个医疗术的好处 因为我的学生在大量的训练之后 他们的肌肉通过这一医疗术的练习 而得到了放松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 很好的放松方式 它是一种佛教式的套路 但是不同于太极 它的动作可以辅助我们的练习 帮助学生在训练中 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我认为蔡里佛的发展会相当好 因为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近米国分化 在美国 在洛杉矶 这里的学校规模并不大 但是它会逐渐发展到加拿大 在世界范围来说 蔡里佛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我确信会这样 我的计划是在这里 能够开更多的教育班 在白天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身 只要有人愿意学 我一定是乐意教 我还会到海外去进行学习交流活动 也会和别人分享我更多的心得体会 也认为要去运游和交流活动 也认为要学习更多的心得体会 3,2,3,4,1,4,1,4,3,2,3,2,4,1,4,3,4,2,4,1,4,1,4,1,4,2,4,1,4,2,1,4. 我们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生活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有一段时间用来练舞,那除此之外就是过着基本的日常生活了,一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练舞。 在美国铁娘子南马西亚娇小的身躯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个人的迷人魅力,中国武术文化的无穷魅力。